台中火車站 我們來到了台中火車站 我們幹嘛來台中火車站 你看這裡是不是很多人啊 對 所以 所以這裡是不是超級適合做街頭訪問的 我平常會喜歡吃甜食的飲料 那平常你們去那種 比如說食欄啊 然後腸部派根那些 總統會選擇什麼樣甜蜜的飲料 但是我會覺得是因為吃蛋糕會躺對生命的飲料 因為我覺得它太多 太多就是採點東西 那假設今天有一個東西 它是沒有副作用 而且它可以讓你盡情的吃蛋糕 吃起來可以吃任何東西都不會變化 你會預計 然後我們現在在國立柯博館 然後我們現在在門口 進去吧 謝謝 我們現在在外交房 Woo 這裡充滿愛吃甜食的燈粉 那我們下一個就訪問這位吧 我們下一個就訪問這位吧 沒有啦 謝謝 你去找問這位嗎 你去找我嗎 你就找我嗎 快點 我問你幾個問題嗎 好吧 你平常會喜歡吃飯嗎 但我不會還喜歡 不喜歡就好 還好啦 你喜歡吃什麼 那你 我真的不喜歡就還好 那你喜歡喝一定要嗎 我當然喜歡 喜歡 那如果今天姐姐跟你說 會一定要變胖 那你會 你會覺得 你會想要去解決這個問題嗎 會一定要變胖嗎 我 還是你覺得變胖沒關係 那我來說其實變什麼關係 只要 反正我現在有在運動啊 所以現在有在運動 那你會覺得運動很累嗎 當然會 會很累 那如果有一個東西 可以讓你不用運動 然後就不會變胖 這樣你會想要用嗎 嗯 開始試試